对于女士们来讲 跟年龄其实有很重大的改变 因为在年龄从45岁到55岁之间 情形的时候会遭遇到很多的 生理上甚至心理上的改变 当然很多的女士会发现 有热潮 睡眠不好 体重增加 脂肪增加 皮肤干燥 视力减对 胆固层增高 性欲减少 或者是脾气改变 或个性改变 往往是很多人发现的 很痛苦的事情 老化对女性来讲 是个非常明显跟快速的改变 相对而言对男人来讲 这改变也是有 可是逐步的跟渐进 因此比较容易承受 女性们都想到跟在一起 只是一个荷尔蒙的变化 事实上 生理的变化是老化 是很多事情加在一起的 只是对女性来讲 她们的女性荷尔蒙 在45岁到55岁之间 一个剧烈变化 因此 让她们的荷尔蒙的变化 像股票一样 像电波一样的浮动 才会产生这种症状 其他的老化 事实上从25岁就开始了 直到这时候是加剧的增加 所感受到的 那我们细胞老化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我们脸上 可以看得出来 皱纹 干化 在我们身体上 我们感觉得出来 体力可以减少 睡眠瓶子减少 那这是什么意思 老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化简单地讲 事实上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几百亿的细胞 它的基因在老化 它不能做它的事情 不正常做事 或甚至开始做坏事 老化当然是正常 是个正常现象 在医学里面来讲 所有的疾病 所有几乎所有的慢性病 都是老化所造成的 急性疾病不算在那里的话 几乎所有的慢性病 都是老化所造成的 血管疾病 心脏病 中风 胆固醇 三生油脂 糖尿病 癌症 免疫系统下降 体力衰弱 脑力衰弱 老人痴呆症 这全部都是退化所造成的 退化性关节炎 这全部都是 在医学的研发里面 我们找到有上百种的原因 让细胞老化 可是实际 真正来讲 我们可以调整 可以控制的 事实上只有五六种原因 只有五六种因素 这是哪些因素呢 首先 最重要的是抗氧化素 跟自由基的平衡 抗氧化素呢 就好像汽车汽油一样 自由基呢 就好像开汽车以后 会排废气 只要你开车 你就必须有废气 除非你不开车 所以抗氧化素 跟自由基的平衡呢 大概是细胞里面 最需要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造成老化的 第一个 跟最重要的原因 再来是发炎指数 跟抗发炎指数的一个平衡 所有细胞都会发炎 因为所有细胞都会经过 氧化的过程 所以发炎是正常的 在细胞的衰肉里面 过程当中 细胞的发炎指数越来越高 是正常减少的 所以怎么办 发炎指数下降 减少到最低 是我们抗老的工作 工作中作角色 一个重要的考量 第三 赫尔蒙的流失更不平衡 在这方面 女士们某个人只会想到 所谓的女性荷尔蒙 子胞树跟黄底树 事实上这荷尔蒙实在是非常多 而且是最重要的荷尔蒙 也不是这些 而是压力荷尔蒙 睡眠荷尔蒙 成长荷尔蒙 食物荷尔蒙 甲状性荷尔蒙 男性荷尔蒙 然后最后也许是女性荷尔蒙 再下来 因子的角色 何谓因子 因此在英文叫做 Cytocons 有些人会听到 生长因子这个四个字 生长因子 只是因子的一种而已 因子就好像 我们身体这些 好像公司里面的职员一样 真正做事的是 他们这些小兵 因子在修复跟再生 有莫大的角色 因子的数量跟本质 在退化的时候 身体上的修复功能 会继续减锐跟减少 干细胞的数量跟品质 占了莫大的角色 可是干细胞呢 虽然近年来非常流行 可是它不是唯一的角色 它只是一个 发号施令的角色 真正做事的是因子 当然因子 假如没有荷尔蒙的支持 跟营养的配合之下 在一个无污染 在一个低发炎的环境中 再好的干细胞 也无法做事情 因此在抗老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考虑这五个事情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因为如此 做抗老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了解 抗老对女性来讲 我们目的是什么 抗老学的目的 对女性们 尤其挺亲女性 我们目的是增进我们的皮 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 健康指数 并不是来专门治某些特别的病 因为治病的话 有一些传统治疗效果会更好 但是在抗老学 帮助停经前后女士们的话 所有的健康指数都可以提升 如体力会比较好 精神比较好 炫品质比较好 气光功能比较好 肝功能肾功能非功能都比较好 胆过症比较不容易上来 三生育油脂比较下去 血年指数比较容易下去 发烟指数比较容易下去 脑力会比较不容易衰弱 退化性关节也比较不容易发生 或者得到缓冲的现象 肌肉比较不容易松弛 脂肪不容易囤积 骨质会比较强壮 皮肤会比较不容易干 皱纹会比较不容易产生 性功能也比较不容易维持 这都是抗老的目的存在 因此在我们抗老工程里面 首先第一个事情 我们要了解是我们要做一个诊断 诊断什么呢 诊断这个女士们的真正能力 在什么阶段 刚才我说过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真年龄 是看他的基因 不是看他的身份证 假人的基因比你年龄高许多 表示不论先天或后天 你的基因比你老很多 我们做的资料工作 很显然要更完整 相反的 基因比你年轻很多 并不带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 可是我们做的事情的范围 跟程度 就可以比较保守 第二我们查 哪些原因造成有加速老化的现象 也就是说刚才说那四五个原因 您的每个人的抗氨化数 跟自由质平衡 发音指数 跟抗发音指数 荷尔蒙的协调 因子的程度 跟干细胞的功能 跟修复基因的能力 这方面的了解之后经过诊断 体检 抽血 咽尿 口水 查出来叫做个个人定案 那注意调整 调整的工具呢 也是基于这五个方面 也就是说调整的自由基 抗氨化数 发音指数 荷尔蒙 因子 跟干细胞 证明用的工具呢 有配合激光的 配合注射的 有擦的 吃的 打的 跟放的 所以看法的好处 的确非常多 那也可以帮助每一个人 尤其停经前后女士们 有很多的协助 这样子才能由体而外 由内而外 让我们外体 美容效应的效果 可以维持更久 维持更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些年下来 我碰到很多女士们 这些病人跟我一起 度过他们的 这几十年 我常常跟这些病人 开玩笑的时候 孙悦神陪着你们一起劳 那许多女士们 在停经之前治疗 觉得效果都不错 发现他们停经之后 往往效果会比较少 或比较短 比方说 做肉度感觉女士们 会发现停经以后 效果就比较短 或比较少 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 我马上问女士 你是不是停经了 那这答案 几乎百分之九十 会说 孙医生 你讲的没错 我大概半年前 一年前开始停经 我这时候 我就会告诉病人说 你要考虑到 身体里面的健康指数要提升 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些抗老的治疗 跟维护 这样外面效果才会是更好 更自然 效果维持更久 所以这个整形美容的观念 跟完整的方式 就是 由外而内 由内而外 这样才能呈现 健康自然的美容 健康自然的美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